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线上直播的课程 是迈向智者之路 从论语看有趣的认知片物 那么目前是进行到现实片物 我们常见很多的片物 这些的片物可能是动机上不纯正 或者是心里面有特定的看法 或者是缺乏理性的分析 或者是看事情是很主观 或者是媒体的影响 或者是对事情是一厢情愿的看法 或者是只采取你所要的资料 所以就会造成很多的片物 这些片物会带来我们很多的过患 在思想上 我们不能够导正我们的思想 在分析上 我们不能客观 在决策上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正确的方向 在实际上 我们看不准有利的时机 我们的行动不能带给自己跟团体的利益 反而会带来很多的过患 所以这些的片物 必须要好好的去认识它 并且对峙它 眼前我们是在谈现实片物 现实片物到底它长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种片物是只重当下的利益 忽略了长远的收益 就好比说锻炼身体 可能要经过半年 身体会慢慢地恢复好的状态 会把以前不好的状态改善 但是我们忍不了半年 我们宁可坐在电视机前 吃着薯条 吃着高热量的食物 享受当下的快乐 但是却带来身体严重的负担 那现实片物的人 其实跟我们以前远古时期 狩猎采集有关 因为当时环境是很恐怖的 要马上在当下决定 比如说会遇到一些天敌 会遇到一些猛兽 那我们当下都要决定 要处置 因为它跟我们的生存有关系 所以我们往往都会忠实现实 没有办法考虑到以后 这种或者是遗传 或者是等流的习气 所以我们往往一般人 只看到现前的利益 或者是对着目标 想要求快速地达到目标 殊不知想要求快速地达到目标 或者只看重眼前的利益 忽略了长远目标的经营 忽略了这些长远的目标 它必须要有次第 有方法的达成 所以造成很多的过患 那么这个现实篇物里面 我们要怎么对峙呢 我们分两端说 第一个证明需要有远见 不能够只看眼前 功利思想 第二个反显切莫短视 那速成是没有利益的 第二个就是反而欲速则不达 那速成就是想要很快速地达到目标 往往造成很多的过患 目标达不到 因为条件没具足 因为太过冲动 因为没有理性分析 因为很多的障碍没有事先看到 所以只想很快地达到目标 反而达不到目标 而且想要贪图眼前的利益 因小失大 所以我们应该要耐心地耕耘 而且要分段地较艳 这才能够对峙我们现实篇物 那论语里面 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地有远见 论语上说 人物远利必有禁忧 人远利 什么叫远利呢 就是说 你看的是未来 你要有未来的想法 因为到农业时期的时候 这个农夫根据去年的耕种 今年还要春天还要播种 夏天除草 秋天收获 冬天在继续的明年耕田的计划 所以它必须要有长远的远光 包括到现在工业社会 资讯革命的时代里面 都必须要有五年十年的远光 二十年的远光 因为我们没有当下的危机 没有存在的这种挑战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种 未来的想法 人如果没有这个远利 就只会追逐贪图眼前的小利 或者是想要很快速地达到目标 像鲁国的三家大夫 他们就是贪图现前的利益 比如说在自己的家庙 跳八一五来表达他们的权势 或者是侧传的时候唱雍诗 这些都是把自己当成天子的待遇 看起来现实有它的利益 可是它忽略了 它长远是过犯的 这叫现实偏误 长远有什么过犯呢 你目无尊长 那你的家臣也目无尊长 所以有所谓的杨虎之乱 攻三扶仇之乱 像这个速成也是一样 人无远虑 这个想要速成 那像王安石的变法 就是想要速成 结果这个不但没有办法达成它改革的目标 反而造成北宋国立空权的空虚 造成北宋败亡的原因之一 也有一部分是王安石的变法 所以孔子在这里说 人要有远力 对于未来要设定目标 要有办法 那这办法里面包括你的思考策略 包括你能够防患未然 并且在这过程当中还要分段的检验 如果没有这种远大的思考 那会有眼前随时不可测的忧患 那这个随时不可测的忧患 像这个我们很有名的 就是这一个科达公司 它已经是数位照相了 它还在坚持它的席底片 不久整个公司就垮了 所以人要有远率 就是说这远率也包括远 包括时间 包括空间 时间 未来 要有未来的观察 空间 远方的环境 已经做很多的改变 我们要不要了解自己状况的不足 好好的来具足 适应这个时代的条件 这些都是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必须要有的远利 如果没有这种远利 都会有眼前的过患 那再来就是讲到的是 第二个我们反显 不要短视 不要短视 特别是这个求述程 在论语里面有说 缺党 童子 将命 这个党就是五百户人家 叫做党 这个缺礼的地方 就是孔子在取户住的地方 有一个童子 将命 将命就是做主客传话的工作 当然这个不是负责跟孔子传话 不是 孔子也没有命他传话 他也不是代表主人跟孔子来传话 不是 只是有一个童子 他做传话的工作 那有人就问孔子说 这个是意志于 这个人是求上进的吗 我们一般人当然说 这是上进的 你看他想要让自己有能力 在协调沟通上 在传话上 在待人处事上 有所进步 当然是求上进 可是孔子却说 无间其居于未也 就是说我看到他坐在长者的位置 那见其与先生并行也 跟这个长者一起随行 按照理讲 传话的人应该是坐在边边的位置 或者站着 但是他竟然坐在长者的位置 而且走路的时候 跟长者是一起来并行 而不是尾随在后 你看我们现在长官出巡的时候 部署在后面跟着 而不是跟长官一起来并行 所以孔子说 非求益则也 这个人不是求进步 这个人只是欲速成则也 只是想跟长者平起平坐 成为长者而已的 但是要想想看 这个人在地位上 在年龄上 在辈分上 在品德上 在学问上 在能力上 都不是那个能耐 学如然说 只不过成就他的狂妄而已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理解也不讲究 这个也不会虚心受教 请问他如何受益 这两个条件都不具足的情况下 请问他如何受益 长者也不会提醒他 他也不会得到人家的开导 都不会 所以在这个场合里面 反而不会进步 所以他是欲速成 这叫做什么 叫现实偏误 就是想要速成 想要速成 没有讲究达到目标的条件跟能力 只想速成 不但不能成 反而遭致过患 就要比如说 我们成语里面叫做 亚苗柱长 希望赶快 农作物赶快生长 可是看他长着慢 就偷偷到天里面 每一颗苗芽往上拔一点 每一颗苗芽往上拔一点 看起来是长高一点 结果第二天通通死掉了 这叫做欲速则不达 所以速成是没有意义的 现实偏误里面 我们就是有想要求速成 不但想要求速成 我们还会见眼前的小利 忽略了未来的大利益 所以还有一段 论语里面叫做 指下为局府仔 指下到局府那边当县令 就像我们现在的县长 问证 孔门的弟子都是会请教的 当然一方面 同才师兄弟的切磋琢磨 一方面请教老师 所以他们都年轻有为 像指下像福子健 像高才这些出去做官 都很有官身 那指下曾经要做局府仔问证 孔子就是说 无欲速 不要想要速成 不要想要快速地达到目标 这徐喜明老师上科也有讲 你可能药量要吃一个礼拜才吃好 你不要赶快地想要病好 所以药量 一个礼拜的药量一次吃完 不但不能病马上好 病情严重 所以速成是很可怕的 刚才讲到王安石的变法 就是想要速成 君子劝他不停 起冲突 所以王安石就排斥君子 用小人 所以造成变法失败 也造成北宋的败亡 现在民族选举制度 政治人物也为了讨好选民 这个几年内马上要有成果 要讨好远前的选民 所以不断地开支票 上台以后要求速成 不但速成不了 反而造成很多的过患 支票不能兑现 反而会造成下次选举的过患 整个翻船 所以速成是很可怕的 还有叫做无见小利 这也是现实偏误 不要贪图眼前的小利 忽略了长远的利益 所以我们一般说 急功近利这件事情 是很可怕的 就像齐国当时用法治 很快的国家大治 急功近利 鲁国用礼乐的教化 看起来没有像齐国 马上见效 就像我们说感冒吃抗生素 吃多了抗生素 虽然马上见效 可是体力变衰 所以到齐国被姓田的篡位的时候 鲁国依然姓姬 所以鲁国可以比齐国延续更长时代 换句话说 治国或是办企业都不能求速成 都不能见眼前的小利 所以人家说要祭天下之力 要祭长远之力 这样的眼光是一种高瞻远瞩 是一种深谋远虑 当然在这过程当中 会被急功近利 短视近利的批评 责难等等 所以这样的人物 要忍得住人家的责备批评 这样的人真的是一个气度非凡的人 眼光非凡的人 也是真正能够对峙现实偏误 果然长远的目标得到 长远的利益显现 老百姓才知道 不要短视近利 像郑国职产在经营郑国的时候 刚开始老百姓也没有办法看到 后面的成效 所以难免人民的怨声载道 但是经过了第二年第三年以后 慢慢施政的效果看出来 所以职产反而是郑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 在职产过世的时候 郑国人八十三个月 就三个月都不做生意了 可见郑职产 这个眼光远大的政治家 他真的给老百姓带来幸福 我们这里讲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往往贪图眼前的小利 对现前的利益是很在意的 举例来说 现在给你五十块 还是说六个月以后 五十块的利益会变成一百块的利益 往往大部分的人都要现在拿到五十块 没有办法忍受六个月以后 变成一百块 所以一般投资理财 大部分会失败的原因 投资股票 为什么会失败呢 就是忍受不了后面 才会出现的利益 都要看眼前 杀进杀出都看眼前 第二个就是说 把它延后三个月 五十块把它延后三个月 那当然不要 那当然要眼前拿 三个月后 这个五十块再经过六个月后 不要拿 经过六个月后 就是九个月 拿到一百块 很多人又愿意 你看不是很好笑吗 三个月延到九个月 中间也是六个月 现在不拿 六个月后拿 也是六个月 可是大家都喜欢现在拿 后面三个月的钱 才拿得到 那不要拿 再经过六个月 才拿到一百块的时候 大家又愿意 可见眼光都是短浅的 看到现实的 这里面有一个双曲线 什么叫双曲线呢 纵轴就是利益打折的感觉 横轴就是现前获利 那现前获利的时间 如果拖得越长 利益打折的感觉就越多 所以往往后面 才会拿到这些福报 拿到这个价值的 往往都打折 打折 打折 都想要眼前获得 你如果说 这个事情后面获得 这个事情后面获得 比如说年轻人 要经营老年的人生 大概这种利益打折 已经打折得差不多 所以如何有一个 开阔的人生 想到未来 这一般人都很难的 那有的宗教这个修行 讲到来生 那更不可能了 没有这种眼光 好 那我们说这个 要对峙现实偏误里面 还要包括说 要耐心的耕耘 不要求塑成 不要贪图眼前的小利 还要耐心的耕耘 在论语里面 指路第十三里面 孔子说 如有王者必是而后人 这个王者 就是圣人得位的王 像哪些人呢 像周恩王 周武王 商汤王 夏宇王 这些王 就是圣人当位的人 这些圣人当位的人 必是而后人 这给他三十年的时光 可见再厉害的人 也要有常识的耕耘 而后人 这个人 就是整个风气变得很好 人里面包括说 风气变得很好 老百姓的素质提升 国君的用人 还有民生的讲究 还有风气的经营 还有教育的普及 还有各行各业的发展 想想看谈何容易 是不是不能贪图 眼前的小栗 就是孔子告示之下的 叫做无欲数 不能够见小栗 也不能够欲数 这样的人物 刚开始在经营的时候 看起来效果没有马上出现 但是给他时间长 他耐心地经营 这种盛况就会出现 那半政治就需要这种人来半政治 那我们说教育也是一样 叫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半教育也是慢慢地把人培养成人才 经过求学的阶段 这求学的阶段里面包括说 训练他的阅读的能力 训练他的思考 训练他的分析 训练他的办事 训练他的应对 训练他的理解 训练他的口条 训练他的思维 训练他的文笔 这种事情哪里可以一处可及 这必须要有长期的经营 一个人才才这样出现 果然能够出现一个人才 他就能够发挥大用 一个团体里面 有一个人才来领导的时候 这个团体会惺惺向荣 一个企业如果有一个人才来领导的时候 那企业也能够蓬勃发展 国家有人才来领导的时候 国家的政治也蒸蒸日上 还有分段检验 达到目标的时候 除了不要贪图眼前的小利 也不要求速成 还要分段检验 什么叫分段检验呢 就好像说大目标里面 要完成这个大目标 要拆解成很多的小目标 然后每一个小目标 分段地完成 而且要检验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位 这种的检验法是很重要的 所以孔子说 狗有用我者 如果有人用我 那这个特别是在讲 他到魏国去的时候 魏国的环境跟魏国都差不多 都朝中都有一些的贤才 像死鱼 齐伯玉等等 那这个孔子很想留在魏国发展 魏国的国君魏林公 也对孔子很礼遇 只可惜魏林公没有作为 而且男子掌权 所以孔子就很感慨 这么好的国家 如果能够给他经营该有多好 可是事与愿违 所以中魏林公之事 或者他的儿子快溃 或者他的孙子快哲 孔子五进五出魏国 终于没有在魏国执政 这是魏国最可惜的地方 孔子说 苟有用我者 积月而已可也 就是积月就是指一年就可以了吧 这是讲魏国的环境 每一个国家的环境都不一样 像孔子在魏国的时候 为大师寇三个月就大志 那是魏国的环境 在魏国的环境 可能又是另外一种的做法 因为不是在本国 所以一年是可以的 叫三年有成 一年小成三年大成 为什么孔子可以 这个一年 积月就是一年 就是一年可以小成 就是分段检验 三年可以大成 怎么分段检验呢 比如说在民生上 他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在教育上 他做了什么样的普及 在人才的培养上 他有什么样的成果 这可以分段检验 那这种分段检验 比如说在一个地方当县令的时候 也是一样 比如说孔子到 只有五成载的地方 就看到五成这个地方 学校里面都是有这个诗歌的声音 代表这个教化已经能够普及 所以孔子很高兴说 歌姬应用牛刀 像这种就是一种检验 检验它的风气 已经慢慢变好了 来自于到夫子健的散服的时候 已经看到 这个风气好到什么程度呢 好到小孩子 晚上都不敢去钓鱼 虽然这个县长没有明文规定 可是孩子们 晚上深夜的地方 都不敢违背县长的政令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太拥戴县长了 这就是政治为政的时候 会有一步一步一步的检验 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在法令上比较重严 后面比较重宽 这个也是在 老百姓慢慢地受教 慢慢地可以跟着长官 一起在政策上努力 而且长官可以以身作则 又是人才团队的时候 他可以分段检验 他为政的效果 终于在最后 古人说 顶多七年 这个就是所谓九年大志 其实算一算 大概就七年 大志就一定会有很好的成果 就像这个先进篇的最后一章 指路说 这个千胜之国 涅乎大国之间 就是说我这个国家夹在两个国家当中 由也为之 我指路为政 必及三年 我三年分段 第一个三年 我的检验是什么呢 叫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我会让老百姓 有勇气保卫国家 而且知道礼益 就是换句话说 他们懂得有品德 能够守礼 能够守益 对国家有相信力 自然有勇气保护国家 我第一个三年 我的阶段可以达到这里 那染球呢 他可以说可使族民 我第一个三年 我可以让老百姓奉衣足食 每一个阶段 我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我会分段检验 这就可以对峙我们的现实偏误 总结 我们来说一说 很多人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大部分都是一个 对眼前小利的追逐 对目标是求速成的现实偏误 那如何去对峙 这样的现实偏误呢 我们必须要对未来的目标 是明确的 而且要有方法的 那这方法里面 在执行上 要懂得有热忱 而且分析抉择 乃至于吸纳人家的建议 并且做不断的修正 而且在过程当中的批评责备 也要虚心接受 但是如果不合乎长远的利益 不合乎目标 也要忍受批评跟责备 并且在大脑的系统一 系统二 系统一的直觉当中 要多运用系统二的耐心 理性的思维 不要被眼前的顺利益 冲昏了头 或者是跨越不了这种障碍 慢慢地训练自己 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大时代的人才 那当然要训练自己 是一个不是现实偏误 成为大时代的人才 谈何容易的 这里面包括你说 你要广大的阅读 要有思考的训练 要能够跟着良师一有的学习 而且要不断地自我的期许 并且遇到小成果的时候 也不可以自满 在这些环境的这些 不管是顺境逆境的 也要感谢环境的考验 还要感谢贵人对你的帮忙 做这些的讲究之后 我相信 你不但是可以对峙现实偏误的人 你也是一个着重长远的目标 发展长远利益的人 跟着你的人会得到真正的幸福 乃至于成为你事业的伙伴的人 你也会为他们找到出路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意 就是如何在有趣的认知偏误当中 认识了现实偏误 对峙了现实偏误 避开了现实偏误的过患 创造你美满的人生 好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